粉丝群里有朋友问这种人物的描边视频怎么做 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在FanCut Pro中制作这种视频中的人物定格描边 如果你可能经常在片子中使用这种效果的话 那么我也教大家如何用Motion制作这样的效果并把它做成FCP的插件 这样以后就可以一拖进去直接使用了 同时制作好的这个Motion插件作为频道会员和充电用户的福利留给大家 我们先在FCP中找到合适的人物素材 一般都是人物开场找到一个面向观众的合适帧 然后创建竞帧多复制出一层放到上面 选择上面的这一层把人物抠出来 那么抠出人物的方法比较多 如果你是用新版的FanCut Pro 同时人物前景和背景又比较明显的话 你可以使用新版Final自带的这个场景移触功能 一键去掉场景 或者使用一些第三方的智能抠像插件 比如我之前推荐过的特效工厂他们家的Kaper 也可以使用Final自带的绘制模板功能 手动的使用钢笔工具把这个人物抠出来 如果你是比较新的苹果系统 那你也可以把当前这张画面输出成一张竞争图片 然后使用系统的自动抠出功能 也可以一键去掉背景 或者使用各种带智能抠图功能的平面软件 等等选择非常多 抠好轮廓之后我们再复制一层 这样最上面这一层就是我们抠出来的人物 下面的这一层你可以用调色或者各种方法 把它的亮度打到非常亮 变成一个纯的白背景底 然后再稍微放大一点 不就变成人物的描边了吗 如果希望人物更突出一些 那你就把最下面的这层背景底 比方说把它做一个去色变成黑白的 然后把人物的这层和边框这一层 统一的用关键帧做一个放大动画 然后加上一些标题字 或者各种其他的装饰性元素 如果希望这个人物的描边 有一个出现的动画效果 你可以给它去加一个转场 类似这样的效果就做出来了 如果你经常需要使用类似的效果 我们可以去Motion中创建一个FCP的插件 打开Motion创建一个字幕类型的模板 我先随便拿张图给大家演示一下方法 其实很简单 这是一个带通道抠去了背景的人物图像 去资源库中找一下 滤镜中有一个叫描边的路径 拖上去之后看一下 已经就有了描边 可以改颜色 可以改粗细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形 替换成一个拖拽区 把需要在Final中修改的颜色 描边宽度和这个拖拽区 全都点成发布 然后保存一下 这样在Final中 想再做类似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把带通道的 或者你刚抠好的这个视频图片扔进去 一键完成描边效果 这个Motion插件 我会在视频发出之后 同步的发送到抖音的频道会员空间 和B站的充电动态中 提供给大家下载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 记得投币评论点赞转发 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